今天我准备了三张抬纸 要教你们折可爱的小兔子 小兔子 我们都会折呀 对呀 你之前还教我们呢 之前我教你们的是弹跳小兔子 这一次可不一样 是能吹气的小兔子 能吹气的小兔子 是不是就跟那个能吹气的皮卡又差不多呀 没错 那个能吹气的皮卡又大家都挺喜欢的 对对对 胖娟 你赶快教我们折这个会吹气的小兔子吧 行 来 折一张纸 折了这个 那我要这个黄色的 第一步呢 把纸择成米子形 米子形太简单了 折好之后呢 把它折成三角形 然后四个角多往中间折 好 这样 胖娟 折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把两个角沿中间向里折 好 折好之后呢 把下面的三角形也往上折 好 然后呢 把它塞到刚才折好的三角形里 现在呢 咱们把下面的三角形也给它折里面去 折好之后呢 咱们就要折小兔子的耳朵了 把纸给它反过来 好 然后把纸向两边折 小兔子的耳朵也要给它打开哦 最重要的一步来了 给小兔子吹满气呀 我也吹下试试 诶 还吹起来了 吹起来了 胖妞 这也不像小兔子呀 现在当然不像了 要给它画上五官的表情 好 画上大眼睛 诶 好好看呀 那我就给它画个小小的眼睛 我要给它画一个波琳波琳的眼睛 我都画好了 你们看 小黑 你这画的什么呀 太难看了 还是看看我的吧 大兴 你的艺人也不好看 小黑 我觉得大兴的挺好看的 不过 最好看法还是我的 哇 胖妞 你承得很承督子呀 非常的威武发气 嗯 还有个性 那当然了 现在小兔子没有家 咱们再给它折一个波吧 好 来 拿出一张彩纸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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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